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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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早晨,来到8月10日星期四 欢迎收看今天的ET开市直击 我是Irene和阿姨 今早有东亚银行投资策略师 陈维中空Jason 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晨Jason 早晨Irene 我看到昨晚美股向下 公布CPI前值 反复跌了近200点 恒指夜期跌了超过200点 收市跌了68点 大市有什么焦点要关注呢 今天大家都看着 除了一些业绩股的表现之外 也要留意着 因为刚刚最新公布 美国政府终于 簽了一个 对于中国某些企业 投资的一个禁令 究竟你说对于 这一类的sector有什么影响 都要看着 待会再详细问 Jason 如何看这些最新的外卫消息 已是讲过一些 业绩股有什么焦点 的板块可以留意 大家都要看实 有什么个别股票而难 都欢迎WhatsApp 留言给我们 电话就是966133819 或者可以在节目留言区 留言 说到你的名字和想问的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外围的表现 投资者等待星期四公布的通胀数据 美股星期三走势波动 道指中断曾经跌255点 之后一度到升 5日午后全出 拜登将签署限制 在华投资行政命令 随即再转跌势 道指收市跌191点 收报35123点 纳指跌1.2% 报13722点 标志跌0.7% 收报4467点 受影响的AI股下跌 马美国十年期债息一度跌至3.9%水平 指数轻微偏远 招点美股 马英伟达NVIDIA跌近5% 而特斯拉特斯拉特斯拉跌3% 苹果跌0.9% Google 亚马逊和Meta跌超过1%至2% 招点中概股和ADR的表现 阿里巴巴和京东比港股跌超过1% 阿里至算报92.7.3% 腾讯ADR至算报334.4.3% 比起本港收市价格低0.8% 百度跌近1% 网易和美团跌0.4%至0.7% 看看汇豐控股的表现 汇豐控ADR63.8% 比起本港收市价格跌0.1% 而港交所跌0.1%左右 建行跌0.9% 比亚迪跌超过1% 接着我们看看今早上外围最新的市况 导致期货是强穩的 35299.7% 至于亚太区股市普遍都要向下 其中日本市跌了22点 日经平均指数32181点 南韩市跌0.4%左右 澳洲市跌0.1% 新西兰市跌幅再小一点 5点 恒治黑期 如是港股初段可能要轻轻偏远 黑期点89点 先和Jason King King外围最新的消息 美股收市后发布 美国白宫发布行政命令 限制美国风险投资和私务股权 投资中国的高科技行业 包括量子计算 半导体和人工智能等等 并且要求美国公司 在投资广泛的中国公司的时候披露更多信息 官方强调自在加强国家安全 不是扰乱跨境投资 禁令就明年生效 Jason 你怎么看最新的签计行政命令的影响 实质的影响在哪里 我们做投资决定的时候 需不需要担心 其实这个所谓禁投令也好 或者限投令也好 虽然是刚才叫做签了 但其实市场上全禁令会签 都存了大半年 基本上由今年年头开始 都在猜中究竟会什么时候签 但一直拖就拖到现在 而且你看到他今次就算签也好 但他都说明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就是 不是这一刻即时执行 都要等耶伦 或者等其他美国官员 去审视究竟哪些所谓的产业 或者所谓的定义上面 是需要去禁止 虽然你说在那个大的行业上面 他都订明刚刚你说的那三个 就是半导体 AI 量子计算那些 但是究竟你说是不是 总之一间公司 牵涉到这些业务 那就要禁止那个投资呢 因为好像昨天 好像Bloomberg方面 都有些传闻是提到 如果某些公司 在这些领域上面 的收入占比 是不高过五成的 可能只是占两成三成的 基本上就可能 未必纳入这个所谓 禁投令的范畴 所以到最后 都要看那个 细节 究竟去那个定义上面 或者涵盖范围上面 如何去画个框 如果你说画到 不是说真的叫做很紧 不是说真的 有一年一些 本身很大的公司 或者AI的占比 可能占得很少的公司 都要纳到那个禁投令的名单 我相信市场就应该初步 是消化了这个消息 另外一点也有提到的 就是说今次这个所谓禁投 就是没有追索的条件 就是说以往如果本身 是投资了的那些资金 就没有影响的 就不是说局主一定要 你的客人去沽出 就没有这些影响 但是未来那些新的投资 相对会受到多些限制 但是当然你说有这些行政命令签了 那大家都要妄实 一些相关的科技股 或者一些晶片的股份 会不会都有些所谓的心理压力 或者股值上面 就怎样都会有多了一个限制 所以这方面我相信 就算一些细节未出也好 但是即时来说 或者可能短期来说 那个相关的板块 或者股份的股价 都仍然会有少少的一些阻力 是的 可能大家也要小心一点 可能中资科网 或者科技相关 比如像芯片股 你所说的那些 都要小心留意一下 那我又先想问一下 你美股方面的走势 先看见美股方面的AI概念 其实这些股份 好像近期都高位都回了 比较多一点 究竟是炒完没呢 以及究竟只是 好像是一个大仗 就是再少回一条 整个格局 还是走势已经转差了呢 走势这一段时间 就很明显的 就真的见到一些NASDAQ相关 特别在今年年头到七月份 是急升大幅跑赢大市 那些AI相关股 无论是做软件 做互联网 或者真的做一些晶片的股份 那这个回调的势头 相对是比较大跌 那反而见到部分的资金 就去回一些Dow Jones 就是传统的成份股 那为什么呢 就可能大家都觉得 因为现阶段 大家都认为 美国方面的经济 就未去到一个衰退的地步 甚至乎你看到近期的一些 就是经济数据方面 出到来都比预期中是强的 譬如第二季度 美国的GDP按年的增长 去到2.4% 那另外如果你看到其他 譬如零售 或者可能一些 就是勞工的数据 都仍然是比较强 那所以一些所谓 经济周期民感度 比较高的板块 譬如可能是一些工业 一些零售 或者可能一些原材料 交通运输 这类型的板块 这段时间反而是资金追回落后 反而你说Tag 当然你说经济好 那对Tag股来说 都是有帮助 但始终他们在估值上 都真的相对比较高些 还有要留意 就是现在美国对于中国的 所谓制裁也好 或者一些冲突也好 那你说是不是对于 美国那些晶片的企业 是完全没有影响呢 那绝对不会 如果你说未来真的 不单单说是禁头令的 甚至乎进一步扩大 所谓的出口禁令 就是美国一些 比较高端的半导体产品 不可以出口去中国 不可以卖给中国的公司 那基本上对于 一些龙头的晶片企业来说 一样会有些影响 但是当然 始终在这些大的公司来说 本身现时的调整 就只是在估值上面太高 需要做一些整股 但你说说基本面 或者本身R&D的强度来说 我相信还是支持到 一个比较长线的投资价值 是的 那我们点这个 看看港股的影响 先讲讲 总结一下 港股上的表现 然后进一步详细 问Jason 港股有一个情况 怎么办呢 内地的CPI 昨天公布了 是否有负值 曼恒指就见到低开124点 之后都走势反复向好 曼恒指转升61点 收布19,246点 收服50天前 成交850亿 波子就未跌0.01% 报4,373点 阿里巴巴业绩前直升1% 快手升3% 你想起车业绩之后跌5% 而部分医药股有追捧 康熙乐生物升1.5% 而信达生物升1.2% 看看北水盘路 港股成交再度萎缩 而北水连续两天入市之后 亦转贷沽货 昨天录到68亿8千万的正流出 个股方面 中海油和康熙乐生物分别 吸资2亿2千万和1亿2千万 快手都录到8千万的正流入 正流出方面 北水大举流出ETF 盈富基金走资35亿5千万 恒生国子ETF走资22亿3千万 南方恒生科的ETF 都录得7亿1千万的正流出 和Jason谈谈一个港股市况 内地昨天公布了CPI 轻微通缩 市场没有太大的反应 可能因为没有预期那么差 还有大家都等着一些重磅 知道如何业绩股会公布 还有今晚美国CPI 加上现在最新的中美角力 大家都会关注 有没有事态会再恶化 如何判断港股一走势 还是否一个上落市价格 还是有机会有一个明显的东西 就是向上突破 或者向下再走呢 暂时看上去还是一个range trade 整个上落的形态 未见到一个很大改变 本身你说开完中央政治局会议 那个礼拜 看到指数由18,400 就飙升到200,000点上 当时也曾经有些憧憬 在一个政策的支持下 会不会真的令到市场摆脱 近期那个门角 有机会可以上多一点 或者可能有一个向上突破 但是如果经过这个几星期又回落 那似乎向上的 momentum 仍然还是差一点 那始终你说内地近期面对一些 比如刚刚你提到的经济数据 都还是一样的 比如说前日出的进出口数据也是差 那你说昨天来说 CPI我觉得都勉勉强强是收货的 虽然你说单体那个同比跌0.3 但是其实在按月方面 是升回0.2 那这个所谓按月的上升 就是自今年1月以来 就没试过的 就是由2月到6月份 其实按月的CPI 都是要跌的 但是到7月份 终于又可以升 还有如果你说 见到今次的所谓通缩 比较大的影响 或者拖累 都是一些叫食品价格 那如果你说 撇除食品价格 一些在说核心的部分 其实按年来说 是升的 所以你问我 暂时内地的通胀 当然仍然都是低 或者都可能有些轻微的通缩压力 但是我相信这些因素 市场就开始叫消化了 反而真正令到港股 为什么升不起 或者可能这几天都要跌下来的原因 就是因为人民币